我跟你們講 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大砲型的 其實我在家的時候是很能忍的 生第一胎的時候 也是跟公婆住在一起 然後我就是像很多媳婦 都沒有辦法接受什麼 公婆隨便開門進來 然後不尊重啊 我跟你講 我跟我的那個嬰兒 我們在主臥室裡面 然後小孩子一直哭 書上都教不要抱 所以我就在那邊看著她哭 等著她哭 觀察 我婆婆聽到她就心裡不忍 她的孫子怎麼可以一直哭 直接 就直接抱出去 沒有經過你的頭 當然 她就直接開門 怎麼這樣 怎麼這麼可能 對啊 她就說那你看怎麼哭這麼久 你這麼一個人 男生哭久會有善氣 就把她抱走了 還抱離我的主臥房 然後就留下我一個人在主臥房 這種事妳忍 我忍 還不只這一件 我在房間擠奶的時候 公公也進來 唉唷 公公感冒需要抗體 好可怕 真的想要喝抗體 我公公想要喝 新鮮的 新鮮的 這個最高級 她進來的時候 然後我也嚇到 然後我公公 對不起... 我公公因為洗衣服 幫我們摺了很多衣服 要分房間放 所以她是開門進來放衣服 可是這些事情我都惹 她看到的時候 她有驚呼醫生嗎 什麼 她就說 乳牛 我靠 線炮的最好 對 但這些事情我都忍下來 我相信有很多媳婦 是會馬上去跟老公 對 抱怨 然後會翻臉 然後我都沒有 真的 真的 我只有煩醒我自己 既然要住在 同一個屋簷下 我就要自己保護好 我自己的隱私 基本上 如果我不想要別人侵入 你要適應環境 你不能讓環境來配合你 對 不能怪別人 這種我都忍下 我都沒有怪她 羽毛我覺得這樣 其實皓如姐在我心目中 如果要排行的話 她算滿前面的 對 心目講在哪裡 但是因為我對皓如姐的認識是 她算看起來好像是明嘴很會講 感覺跟婆婆講到 她面額親善 對 她感覺好像很會講 然後婆婆會很生氣 但其實不會 皓如姐是一個 真的 我是講道理的 對 很講道理的人 OK... 來 姿佑好像聽不太下去 不會... 剛剛妳一直似笑非笑 你笑... 玉琳哥 你現在問她還跟公婆住嗎 沒有 有嗎 就分開兩邊住 真的很適合去英國當律師 對 一句話就讓法官 改變態度 對 而且妳好像大榜 然後耳朵 我好像最小儀在旁邊 好緊張 妳幹嘛自己叫當小儀呢 妳明明就是大榜 我看起來氣勢 妳不會是最後一名的 妳要有自信 真的 因為來日方長妳才結婚 其實艾亞我個人 因為我不知道排名 我也覺得危險危險的 為什麼 那個投票的人 他們覺得這種年輕的妹啊 然後 我給艾亞分數很高 而且又漂亮 一般在婆婆眼裡 這種漂亮的屬於妖孽 妳也很漂亮啊 妳也很漂亮啊 所以 這句話也是阿佛的事情 如果又有排名太厚的話 其實我們就在長相的口感 排骨之外 對 一般投票的人 最漂亮的會有反感 妳長得越春菇 她就越有好感 所以我就大膽的預測 自幼姐會是第一 這什麼 沒事... 我剛剛就 把花張給我們 我讓妳知道什麼叫妖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basket 請訂閱 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